马总统的出发表现太过软弱了 马总统过去纽约 一早纽约市长彭彭博 前来下他饭店 和马总统来一场早餐会 美国第一位部长级的华裔女性 前劳工部长赵小兰 也来拜会马总统 户外行程 马总统由AIT理事主席博瑞光培同 参访了911遗址 美方不但派出台的议员 远景贴身保护 就连爆炸物侦测器也出动 外交部更是一改 前一天对美媒体下达采访禁令的态度 马总统过去纽约 有人认为美方接待规格 是无邦交国最高层级 不过别马前后任总统过境纽约比一比 陈水扁是中华民国首位过境纽约的总统 2003年二度过境纽约和马总统一样 都会见纽约市长彭博 参访911遗址 更获颁国际人权奖章 发表公开演说 接受纽约时报专访 媒体曝光度之高 前所未有 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如果阿扁人 为什么马英九要靠这样的委屈 才能够求到这样的一个待遇 这真的是他所谓外交上的一个突破吗 做这样一个总统实在是有点窝囊 有点太娘了一点 不过相较于陈前总统 马总统前一天侨宴 外交部规定出席侨胞 近代手机 甚至限制媒体采访 自我所设限 看得出来 马总统首度过境纽约 不敢预举 只敢亮出安全牌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